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第三季开播看不看呢 我当然回答是了 不光我这样回答 直接被本季首级乍翻的大有人在 你问我观感如何 那么一两句话说不完 先给一个关键字 行 灶 是沉睡熊师醒来的灶 是新老交手的火花 是灶火过渡的燃烧嚎啸 一环扣一环每一秒都是心跳过渡 简单归纳来讲 头两季是刺激 是强害 是专业和汗水的过招 这一季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还有火焰濒临着沸腾的暗涌 这种带来心脏重击的观看体验 比前两季更深 怎么说来看吧 G53这个开片 有强悍的沉睡之后 苏醒了镜头 大全景足 一水的俯瞰镜头 观看黑暗当中沉睡的城市 400人起舞的画面要展现蓬勃 还要确保精致 那么从全景俯瞰到移动镜头跟拍 镜头调度丝毫不乱 在爱博朋克摄影风格也跟上了 都市缝隙即将被色彩和力量填满 蓬勃而出 堪比电影道具的战车 在此时安排出场 非常精准地切中了 这个大片开场的风格诉求 百人起舞从黑夜跳到日出 岩石摄影的创意堪称经验 这种强劲的仪式感 让一档节目的开头 几乎是完成了作者型电影影像风格的呈现 好了 稳了 灵魂注入 是我一直都在等的G53 开片就是野心 睡醒了 咱们玩不猛的 自然凭借着一个精彩的开片 并不足以去满足我对G53的想象 前两季的成绩让它的安全线 就应该比一般的节目要高 所以要出城 那么就得拿出新东西 它来了 本届野心初见端倪 还不在这个开头 而在于它贯穿全级的一个态势 挑战临界点 把温度计放入到沸腾的水里 持续时间太久 你收获的是爆表 G53的种种细节 无疑与此类同 你要说危险 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要说也是因为这样 从心口微弱到全身血液滚烫 往往就在于它的一次次挑战临界点 队长大秀之后 就是紧锣密鼓的大秀投票 年威队长得到的花毛巾越多 那么他选择选手的机会就越多 反之 得到白毛巾数量的越多的队长 不仅意味着可选的人少了 也意味着被肯定的几率相对降低了 公式队长白毛巾数量的环节非常直观 直基数 黄一博得到白毛巾数量最多 而此前他怎么说呢 猜测自己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不会得到最多的白毛巾 黄一博粉丝集体送上 不愧是我名剧的傲气人 胜负于在看到白毛巾的时候 全血在脸上了 不服 警示 火药味露出来 现场分为直奔肺的临界点 所以看这一段像是被按住了大动脉 看赵一新抽出了一条 疑似白毛巾翻过来 花的 长出一口气 又捏一把汗 最终的毛巾数量排名成定局 问题来了 局面如何扭转呢 还没慌完呢 又被舞者们新老教授 造的是一路火花带闪电 街舞3在呈现选人环节 也隐约的能够看见 再次挑战临界点 他结问儒家的克制手里 把新老男女的街舞舞者 暴露在了赛博朋克的强光之下 有本事你就亮一手 不讲其他 长相气场都内敛 腼腆的小潮 自我介绍还需要队长上前一步 踢耳听 四肢动起来不得了 灵魂交给街舞 四肢跟随灵魂 瞠目结舌 更像是现代舞的艺术家的盖盖 上场是优雅和内敛多一点 但是一出手 街舞的力量感和艺术柔和了 鬼魅气质 独一份大神嘛 也不缺 裁判级别的布布出现在这里 让王一博早早就准备好毛巾给他了 世界三连贯的消解大神 康卫不一样 导致队长对他的要求都比别人高 一个节目能够极其盛名在外的大神 和隐而不发的黑马 其实并不难 难的是把它们放在一个池子里 这不仅挑战选手本身的心态 还挑战观众对于资历这一说的定义 但我说什么了 街舞三就是专挑领界点 管他的 是龙是蛇都在这里了 所以整个选人过程造出火花 真是来混的 比如 抄袭 被不愧是我的王一博直接点出 利落淘汰 不多说一句 就是最极致的鄙视 神级选手一如消解 也会被带定 因为不够不该只有现在的程度 而当他做到足够了的时候 最极致的表达 最燃不够王家尔单膝跪地挂毛针上的举动了 爱财心切到极端了 也就是 求贤若可一辈们的确认神级选手归于谁手 这是不能不急 心急才是内心造勇的外话 队长舞者们都造了 但是除了狂热的造 火热的画风 时不时还杀雕一下 崩太景的神经突然被截一下 有奇效 钟汉良做这个队长 事先是下足了功夫 每一位走到他面前的舞者 他都只想明信和来处 但这个业内鼎鼎大名的 起舞编舞老师张建鹏来了 带了一句动作 都像是被仪器计算好的起舞 你说给不给毛巾呢 钟汉良不给 纳闷吧 满头问号吧 哎 他给了 钟汉良 你感谢舞者脾气好 没赶上我这抱脾气 火热选人环节 王一博抽空 晃药到了王家尔的场子 正好碰上了杨凯的炸裂现场 俩队长相视一笑 心里的小九九不言而喻了 一个欲言又指 一个跪下了摸膝盖 献殷勤 人要抢戏要走老江湖了 这节目的杀雕气质 真的冷不丢的就往外冒 气氛直达顶峰的3v3环节 节目组给了美少女战士的主题曲 俩队长面面相续 但是还是得上 看到了 不愧是我是节目组自己的定位吧 既然说到了 那也要详细的说一说 直接让本人进入到 彻底情绪释放的环节 就是这个3v3battle 这个阶段的选手队长 已经不能够用灶来形容 得是卓 桑的人请注意 你会被他们的精神烫伤 这个环节分两种 1v1轮战与团战 现场评判直接给票 成败信摆出来 脉搏过载刺激高频 队长们和舞者们 是彻底的撒开了 卓人热血 为马小潮能被拉进 这样的一个顶峰环节 而步步不失所望的连战三局 说现场火焰直奔斗兽场 而去也是毫不为过的 嚎叫 尖笑 体面 在这里没有位置 团战更是主肺热血 团队现场碰招 招式和嚣张奔着对门 就直接去了 打趴下为止 每一步都是险棘 你来我往 没有喘气时间 才是真正的英雄 整体来看 你能够显而易见的发现 歼53的卓人不止在表面 他的不安分 通过选手队长赛制 从在一个个的挑战 临界点的时刻 似乎就要冲出屏幕了 这种不安分感 让他透出了迷人的味道 你之前的两剂 都无法简单说清 舞者在让每一寸肌肉燃烧 而节目除了排 街舞还在拍这一群的舞者 舞之魂下的滚烫 滚烫的只有舞者有吗 我们心智肚明 你我都有 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深深的暗住的欲望 总要爆发和释放 节目开篇 现在看来 不仅是一场电影级别的大秀 更是每一个心有火焰 成带找到突破口的心理外话 停摆的各行各业 依次重启我们允许 甚至需要这种不安分 节目导演陆伟 在本期节目发布会上提到 本期节目主题是为爱而战 在这个时刻 戏品就发觉不是口号 被强制暗下的欲望 吞涌出来 还能为什么呢 只有为了爱 为所爱 为热爱 为吃爱 节目能有这一个 每一秒都在挑战 心跳和体温的效果 并不是团队的友谊设计 是他们造 是心痒 手痒 要传达的太多了 于是又准又狠 色态热血的底线 累高热爱的边墙 用雪里的灶 轰地点 亮黎明 如果你缺那么点灶 那么尽可以去节目里面看一看 找他们界点 拿点 从天黑舞到天明 为了热爱 不留一分余地 别客气 街舞三的能量 比你想象的要猛的多的多 你信吗 街舞三来了 夏天才是刚刚开始 更多的热血 更少的束缚 更自由的欲望 更灼热的热爱 这才是夏天全部的意义 这就是我一直都在等的增益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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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